哈喽大家好 这是四朝的车库 欢迎收看新一切的快速开箱 我身后这台是改款的问节目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改款 其实整个外观和内饰改动的地方并不大 最主要的升级是它头上的那颗激光雷达 没错 这一次它用上了华为ADS2.0的高阶智能驾驶系统 关于这台车的信息 我们现在就来看 在讲这一次的智能驾驶体验之前 先跟大家快速过一下硬件 除了大家能看到的那颗激光雷达 其实这一次整个问节目还升级了7颗的ADS相头 包括两颗前向 两颗侧向 两颗侧向 两颗侧后向和一颗后向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硬件驾驶之下 这台车是可以实现一个程式机的按打行主流驾驶 以及一些RPA的自动代客泊车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高阶的智能驾驶功能 外观部分除了大家能够看得到的那些智能驾驶硬件部分之外 其实问界给这台车这一次做了一次整车的风阻优化 最终是带来了11%的风阻减小 而这11%的风阻减小 最后给这台车带来了15%的续航提升 所以现在这台增程版德文节目 它的FLTC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55公里 关于具体体验 我们接着来看手机的 至架领航已经红 第一个 如果就这个右转 不过这个相对还好 我现在看不到 能看到的 感觉到了 它这个会过去吗 有点可能要闯黄 它没过 这个我看一下它会不会进左侧第一车道 按理说 可以的 这又是右转车道 这边过来好像比较顺利 车稍微有点多了 横向距离有点近 这贴的说实话有点近 但是不至于让你觉得很危险 一高人胆大吧只能说 看看这个红绿灯比较新的 看这个红灯 看到沙亭的车控怎么样 应该还不错 很舒服 跟我自己差不多水平 新车有些有二轮车这种 还有飞向来车 而且我们是要在一个对象执行的路口 完成这个作战 有点难度 不过还好现在车流不大 包括这个红绿灯 看一看 我猜它是不会过了 确实没过 有点关系 其实做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有一定时间 嗯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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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 已经融入到一起了 过去你看 之前用那个 阿威塔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 NDS的这家 对 在这个上面 我们已经 要引进 这个 这个 对外车 我看看它怎么做 待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场景 它 很有意思的地方算 因为 因为它识别到这边的那个车是停在这 这个车是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没关系 差一点 支架领航已退出 他是想要冲过去是吧 对 后面那车跟太近了 太近了 如果有一点点距离 它应该直接就过去 对 支架领航已激活 在空车上面它就可以 OK 所以可以把车速放慢一点 这还有车 怎么有车体在这 这个有点意思了哈 这还有个脑奶的 都可以 进隧道 来 进隧道了 我把红热车车打开 对 而且刚才那个红热灯还被树木遮挡了 过完这三台车应该就到了 就看最后面包车它抢不抢绿灯了 走了走了可以正常 也不会太拘谨 也不会太忙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切换驾驶位 我自己现在来体验刚才还是那一段路 对然后准备出发 OK 支架领航已经活 只有这个我们不闯红灯吧 减了减速 有闯红灯的想法 这又是那个 红灵灯被树木遮挡的地方 好的现在还看不到红灵灯 对刚刚能看到了 这个无保护作战路口 直接走了可以的 你没有完全去台湖腾的场景 刚刚那个车还是会去台里面包的 是吧 嗯 往这个 忧郁了一下 有行人有车是吧 只要是左前侧的视野被挡住了 现在过来了 boss 这左转车它还不过吗 它是干嘛 快到这边来了 好 那加在所有车流中间 稍微可以整理了 给他那点信心 主要是刚才那个色打我是没看懂 不是刚刚主要那个车它绕到左边去了 对 然后拖着那个 拖着那个大抖 这边啊 然意 有点 走神了 我感觉他有点 他有 한번感觉他有点走神 真基心转 这个都看到了 这个都看到了 剪环帽 对啊 这像这样子 有这个 在上午的体验里呢 问节目这套ADS2.0系统的感知 驾驶决策和场景理解表现不俗 在我所有体验过的系统里 可以排到前三 不过也要说明啊 这一趟呢 是厂商选择的固定试驾路线 并且是有城市高精地图覆盖的 但是接下来的ADS2.0 会逐渐脱离高精地图 到今年的三季度 会覆盖15个无图城市 到四季度呢 这个数字会变为45个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趟试驾当中 还没有体验到的是 这台问题M5的主动安全功能 根据官方的介绍 其实这一次在加入了激光雷达之后 它在逆光环境下 甚至说是在一些更加极端的 道路场景下 不管是对于类似于像可能 路上倒了一棵树 突然有一块很大的落石等等 这样子的场景 这台车在后续都是有能力去做出即适的主动刹车功能的 但这个呢 我觉得后续有机会我们再去体验了 好了 那么讲完支架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一支座舱姿态来的一些改变 这一次文字M5的内饰部分呢 其实设计基本上是没有改动的 然后其实新增的功能点主要都在它的座舱和鸿蒙系统的这套车机里面 这一次比较重要的功能是它手机跟车机的互联 比如说我们平时常用的一个导航 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做一键碰船 然后现在我打开高德导航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搜索的是上海普通国际机场 我现在只需要轻轻的把手机往中控这一碰 它就直接把普通国际机场的地方就传到这个地方了 我现在一看 对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导航了 这是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说你的车机是跟你的手机登录的同一个华为账号 当你直接开始导航之后 它会自动同步到手机上 连碰都不要碰了 再给大家演示一个功能 因为平时我们用导航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次的导航都是从导航APP里面开始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个用处吃饭 我们比如说打开大众点评 好吧现在看到一家饭店 然后假如说我要去这家饭店怎么样 我现在连这个饭店的地址我都是还没有打开的 就是说在这个饭店的搜索页 搜索页这我同样的往导航当中一碰 看到吗 这个地方它就自动过来了 而且你看它非常聪明 你传上去的地址它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把它设为目的地 第二个是直接把它加为图景点 那么假如说把它加为图景点的话 它就是自动的在去浦东机场的路上 增加的这一个我们要去的饭店 然后再到普通机场 整个过程非常顺畅 同样的跟刚才的导航一样 你在华为音乐里面的这些歌单 也是可以通过一键碰传的方式 直接同步到你的车机上 好了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下 后排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现在我在后排大家可以看到 是拿了一个华为的平板 这一次温节目最后排的娱乐系统 也进行了一个升级 这个平板当然不是标配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买的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 这个后排的座椅的挂件 叫做华为MagLink 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只需要把你的平板电脑 往车上这么一吸 吸上去之后 其实这台车就可以跟你的中控屏 进行一些联动的交互动作 以及你如果在副驾也弄一个的话 两个平板其实可以联动打游戏的 甚至说如果更加商务一点的场景 那么全车其实就可以在车内 进行一个多视频的共享会议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请到了一个华为的专门的技术人员 来给我们再演示一下 可能更多的一些车机和其他设备的 一些交互上的一些功能 嗯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PC和我们车机的一个协同 就是可以把车机当做 对于PC来说它第二块屏 可以作为扩展 也可以作为镜像 好的 电脑管家里面有很多设备可以连 用手机PC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在整个我的设备里面 这个车是直接变成了一个可以连接的终端 这个是很少见的 已经已经同步过来了 对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用过那种显示器 那个那个笔记本电脑外接显示器的都知道 其实交互应该是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可以直接突发 很方便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 像说唱创作的时候 突然这个时候你想调个歌 嗯 然后调个空调 我不用起身看 我靠到后面 可能就来靠到后面 对 我可以用鼠标 然后等于你的光镖现在可以进入到车机 对 我就可以用我的鼠标来调 你看 就是全部都可以操作 太方便了 刚才整个车内所有的车机体验 我自己认为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并且它的实用性 还有便利程度 以及所有功能的响应速度 我认为都是在目前的 所有我体验过的车机里面 能够排在上号的 好了那么在视频最后的结尾 我们来给今天的整个温健母的改款体验 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说实话我自己会觉得 这一次温健母的改款 它整体的表现是在良好的水平线以上的 虽然整个车子的外观 说实话没有进行大改 但是毕竟改款 你不可能需要求那么多的 在关键的核心功能上 包括它的三电 它的续航是得到了一个合理的提升 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 是这一次改款的温健母 这个高级自驾版本 把原先温健母上最大的短板 也就是说它的智能驾驶给补上了 在补上这一环之后 那么现在这台温健母 基本上是对于你整个用车场景当中 每一个所关键的一些需求点 都是可以得到合理的一个满足 我认为这台车整体的产品力上是OK的 最后就看它定价会定在多少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快速开箱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